阿絮 我總覺得這次休假 休得有點怪 平時車間總是人手不高 大家伙三班倒都猛不過來 怎麼一下就讓我 歇兩個星期 傻小子 讓你休假還那麼多廢話 只要是我屁都不放馬上走 雅星期我都覺得少 你是不是知道什麼事 故意瞞著我 那臭小子還學精明了 我又不傻 車經為什麼跟我放假 跟你說也無所謂 但你不能告訴你師父啊 不讓我跟你講 出了什麼事 你小子得罪人了 老費的秘書 中午跑到車間找老敏去了 讓他好好教訓教訓你 老敏也算硬起 直接問他你犯什麼錯了 他根本說不出來 這老敏才讓你休假的 給上邊打電話 老費立刻就同意了 費長長為什麼要這麼做 我根本就不認識他 還不因為你手下倆油條技術員 那都是老費的人 其中有一個 還是老費他老婆家親戚 這事就是趙超賈家瑋 在後面倒了鬼 我一個人幹三個人的活 我從來沒跟他們抱怨過一句 他們為什麼要這麼做 小人作惡都是天生的 還跟你講什麼道理啊 我覺得你回家歇兩天也挺好 你是正式分配過來的 你是正式分配過來的 誰能拿你怎麼著啊 我趕緊走吧 還能趕著回家吃晚飯 好對了 托我給你姐買的毛線 在我抽屜裡啊 別忘了拿 謝謝啊 餅乾 你要不想跟我说 可以不说 我有点累了 姐 是工厂的情况 跟你原本想得不太一样 我刚到荆州厂的时候 以为是找到了运勇之地 非想着凭自己的能力 做出点事情来 可没想到 别的大学生都做了办公室 我却被分到了一线当工人 连安全帽的颜色都不一样 我都不好意思说 每次他们以干部的身份 到我们车间来视察 我心里就不舒服 小孩子受委屈了 你心上不是跟我说 你都当上技术员了吗 这不是不错的成绩吗 是不是给自己压力太大 有点累了 累我倒不怕 可我做了这么多 没人夸我也就算了 可还有人故意为难我 这次就是 厂里领导点名批评 车间主任才叫我回来的 那你是不是工作上 犯什么错误了 没有 所以我也不知道 他们为什么要批我 为什么要让我回家 小灰 你念完大学以后 是不是心里有点骄傲了 没有 我同屋徐建祥就没有读过大学 我们还是很好的朋友呢 他就说我身上没有那些 大学生的架子 我不是让你跟别人比 是让你跟自己比一比 是不是比以前骄傲了 不如以前那么坚韧呢 姐 在你眼里 现在的我没有以前强吗 你一直都很强 这个从来都没变过 可是生活也一直在给咱们 出难题 这个也从来都没变过 我大概明白你什么意思 小灰 你从小就聪明 初中的时候全校成绩最好 可你一毕业 还是没办法升学 只能去插队 我去山贝大队插队喂猪 那可比种田轻松 还有半天的时间可以学习呢 那时候我总去看你 我就是怕你灰热心 不再好好读书学习了 可我每次去 都看见你在猪场旁边的草棚里做题 那个时候的生活 对咱们可比现在狠得多 你感觉到累吗 感觉够灰心丧气吗 你一直都在自学 尽管咱们根本不知道 后来会恢复高考 姐 我明白了 就冲着这个 你让给我的大学名额 我就不应该这么灰心丧气的 不然不就太对不起你了吗 不是说好不提这个了吗 以前生活那么难 咱们受了那么多委屈 可你从来都没怕过 也没抱怨过 这从山谷里 都快走到半山腰了 就更不应该送家 我会的 所以你要好好做 争取早点能当上 荆州厂的工程师 到时候 那小外甥出生的时候 我就跟他说 你看 你舅舅多厉害 是我们荆州厂的大工程师 他也好到处替你吹牛啊 放心吧 姐 我一定不会给我外甥丢脸的 这次回场 我一定要尽快摸清 所有的技术设备 给那些为难我的人 好好看看 走吧 姐 走 慢点 我去打水啊 水书记 我是来感谢你的 怎么 工作分解图效果不错 非常好 今天明主任找到我 还说要把这个 工作分解的方法 推行到全车间去呢 这个小敏 发言得真快啊 水书记 非常感谢你 教会我管理 这就算 修修管理了啊 好 陪我打的篮球 活动活动 去呀 快点 好 在延远 快点 我爱你 我行了 不打了 对不起 小雪助记 我又忘了你的年龄和职位 你没有忘 你是根本不会打配合 读大学的时候 余山青教我打球时就说 说我这个人太毒 根本没法跟人配合 太毒 不 这个总结相当的错误 你不知太毒 你是太傲 太傲 小辉 你上完大学以后 是不是心里有点骄傲了 是 书记 我真的很骄傲吗 真的 前几天我回家的时候 我姐姐也说 我上大学以后就变得很骄傲了 我还以为我自己反省得挺好 不过 你的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骄傲 而是因为自己太聪明 太优秀 从内心深处产生的那种傲慢 我改 这种傲是改不了的 不过你也不要灰心 傲也是一个人的本钱 是你坚持不懈 不断努力前进的动力 但是这种傲 你要深深地藏在内心深处 不要拿出来给别人看 更不要拿自己的标准来要求别人 你是说 让我降低对别人的要求 现代工业讲究的 一是社会分工 二就是社会协作 管理别人也是一种协作 你要同别人协作 就要充分了解别人的特征 社会是由大众构成的 可能有的人不如你优秀 有的人不像你那么上进好强 但是扭离不开他们 你要同他们协作 就要放慢自己的脚步 让别人能够跟得上 那就不是先现在向后进的妥协吗 工作往往就是在妥协 和博弈当中完成的 这就是和光同臣的精髓 就像那么打球 一支篮球队有五个人 你跑得又快 传球力量又大 谁能接得住你啊 你能力强 你可以打前锋 但是总要有人打后卫 总要有人给你传球吧 现在我才算是真的明白了 谢谢水书记 水书记 我听说你并不是技术干部出身 是啊 你问这个干什么 你找我借过关于FRC的资料 那篇论文采用的数据和技术 都很前沿 如果不是搞技术的出身 读起来恐怕会比较艰涩 小松 有什么话你就直说 不必怕刺伤我的自尊心 那天他们第一次打篮球的时候 你可没这么多顾虑 我是想说 如果水书记 需要进一步了解FRC技术 我愿意略进棉博之力 就算是 就算是对我教你怎么管人的回报 是的 你这个人 倒是不白占别人的便宜 我也写了个方案 你来帮我删删稿 是吗 我看看 那书呆子 水书记 你说什么 没事 没事 松篮继续 咖啡 怎么样 是不是水平太低 不入宋老师的法眼啊 倒不是水平太低 主要是太过 谢谢 主要是太过片面 全文都在着重论述 FRC的局限性 有点生搬印套 数据和理论的感觉 宋老师的点评 倒是很直接啊 沈书记 你怎么叫我宋老师 那我叫你什么呀 你给我讲课 又帮我审稿 还点评我说不是内行 这不是老师的态度吗 你别叫我宋老师 你还叫我小宋嘛 你叫我老师 我有点不自在 我都叫了半天了 你现在才不自在 好了 好了 咱们还是继续 点评我的稿子吧 这篇文章的逻辑 还是比较清楚的 也抓住了论文中涉及的 最新乙烯解解和分离技术 但是 对于裂解器的 极冷压缩和分离 以及酸性气体的脱除 以缺和丙缺加轻 以锡和丙锡制冷 火炬系统 和泄放器回收 等等后续配套的 生产技术细节 却几乎没有设计 所以我认为 这篇文章 作为技术论文 是不太合格的 这话说得倒是中肯 技术的前进和发展 最为依赖的就是严谨态度 这是我们大学导师 常挂在嘴边上的话 水水姐 我是不是说话太直接了 我这个人就是这样 一谈到专业领域吧 就脑子转不过来 直接倒是很直接 但是我也不至于 为这点事的不高兴啊 我觉得也是 不过 有个问题我想请教 有什么话你直接问 你写这篇短文的目的是什么 小松啊 咱们荆州 作为部署的重点企业 除了原有的 何承安生产线之外 现在正在着手引进 国外的乙锡生产线 这个方案已经做了一段时间了 引进的方向 基本上倾向于F2C技术 你也说了 我是个外行 对于技术参数 设备细节 我不如老刘他们懂 但是 我毕竟在荆州干了大半辈子了 我也想为引进设备 做一点贡献 那如果这篇文章的目的 是为了引进设备 那就需要重新架构 参照和使用更加准确的数据 这个任务你可以交给我 写这种技术论文 我还是比较有自信的 还是算了吧 你就只负责给我讲那课 动笔还是我自己来吧 谢谢 谢谢 F2C的技术论文设计面很广 专业性非常强 我有这个跟你讲清楚的时间和经历 我早就写完了 当然 如果你想进一步了解技术细节 我还是可以给你讲课 但是说实话 就算咱们说清楚了 这个文章也不好写的 年轻的时候 没有了学习机会 上了年纪 才感觉到技术的重要 好 小宋啊 我真的很羡慕你们年轻这一代啊 水书记虽专业出身 又一直刻苦钻研化工技术 你这篇文章 真看不出来是外行写的 只是 只是什么 只是经不住达变阶段的推敲 我又不是来考大学的 既然是给引进技术设备谋划方向 那就一定得经过 常理高工的技术论证吧 到时候他们提出的问题 可比大学教授的还有刁钻和专业 水书记 我这可不是帮忙 我只是向你请应 请你把这个任务交给我 我也想为荆州引进 国外设备的大计划 贡献一点力量 你有事业心 也有责任感 这都是好的 但是 你要想 替我写这篇文章 必须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否则的话 我宁可自己写这篇文章 沈书记请说 关于这篇文章的来龙去脉 你不可以 跟除你我之外的任何人谈起 好 但是我能问为什么吗 咱们荆州风云激荡 这片天地早晚是你们年轻人的 在你们走到舞台中央之前 还是给我们这些老家伙 留点面子吧 我們等一下 我怎么看 你怎么看 吗 在我最后 我一看到 继续食物 这次 还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